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别是有关台湾的问题 尽管美国经常警告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潜在威胁 但实际上 中国的策略更为唯妙且具有深远的考量 入侵台湾将对中国的经济稳定造成毁灭性打击 并可能动摇中共的合法性 因此 中国领导曾正巧妙地利用台湾问题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作为维持内部稳定的一种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不仅在强化其军事力量 还在利用美国对其威胁的看法来维持自身的优势 美国的持续关注和警惕反而无意中壮大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助长了中共在面对经济波动时的合法性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博弈 中国的长期策略使其能够在国际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美国则因为短期内的政治压力而被迫频繁应对 随着我们深入解析这一复杂的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出自外交家网站的文章 文章标题为 中国不会入侵台湾 但北京可能从这种观点中受益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深入分析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关系 提出了一种与普遍认知不同的观点 即中国并不大可能会实际入侵台湾 而是通过美国对入侵威胁的担忧来获取战略优势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的内容 文章指出 尽管美国常常描绘出中国入侵台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从中国内部的现实来看 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和复杂的策略 文章提到 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 如果真的入侵台湾 将不仅会摧毁中国的经济机器 还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稳定性 长期以来 中共的合法性与国家的经济繁荣紧密相连 这种繁荣是中国稳定的基石 使政府能够在不需要广泛镇压的情况下保持控制 然而 当经济出现波动时 民族主义就成为了维持内部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文章进一步解释说 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个高度象征性的问题 中国通过不断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来维持对台湾问题的关注 文章指出 一个不民主的政府 可以通过三种主要方式 对其人民施加影响 经济繁荣 民族主义和镇压 中国深知入侵 台湾可能迫使其更多的依赖民族主义 但这种举动同时会破坏支撑 中共统治的经济稳定 此外 文章强调 尽管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但它也有其极限 如果过度依赖民族主义 而没有稳定的经济来平衡 最终会导致镇压的升级 而一旦政府转向镇压 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回到 仅靠民族主义维持合法性的状态 这种转变可能标志着中共控制的开始终结 接着 文章分析了美国的态度 尽管军事入侵 台湾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美国仍然将这种情景视为迫在眉睫 此举无形中 符合了中国的利益 通过将入侵视为几乎确定的事件 美国无意中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中共可以利用这一点 在经济波动时维持其内部合法性 文章还提到了 最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与中共外事主管王毅的会晤 这次会晤凸显了两国之间的微妙平衡 美国继续强调其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特别是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 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真正意图 可能比美国所认为的更具战略性 中国能够从美国对入侵威胁的看法中受益 通过这种看法 中国增强了其海军能力 既是为了准备任何潜在的未来冲突 也是为了保持其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强大 这种双重策略既让美国保持警惕 又为中国在国际谈判中提供了筹码 此外 文章提到了中国内部 存在一股从民族主义言论扩展中受益的派系 通常被称为战狼外交官 这些外交官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元素 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更具攻击性的立场 常常以台湾为中心问题来激发国内支持 最后 文章总结道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更多的是 战略性地利用紧张局势 而不是实际入侵 中国通过允许紧张局势周期性的升温 可以在随后的降温阶段中谈判 获得优势 这种循环模式使美国处于被动状态 迫使其因政治周期较短而不得不更频繁 更强烈地重新审视台湾问题 相比之下 中国较长的政治周期允许其采取更为审慎的方法 通过制造迫在眉睫的威胁感来保持美国的参与 同时避免全面入侵的实际经济和政治成本 接下来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和评论文章的主要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关系 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台湾问题不仅仅涉及两岸关系 还深深嵌入了中美关系的框架中 冷战结束后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一环 中国通过不断增强军事能力 展示其在区域内的实力 同时也通过外交手段 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台湾 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不会入侵台湾 但北京可能从这种观点中受益正式对这种 复杂地缘政治局势的生动写照 其次 从经济角度来看 文章明确提到 经济繁荣是中共合法性的基石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使得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但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内部 结构性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入侵台湾将给中国经济 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可能导致国际制裁 贸易中断 以及资本外流等一系列负面后果 因此 中国领导层 极力避免这种可能性 而通过民族主义情绪 来维持国内的稳定和支持 再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 如文章所述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特别是在经济出现波动 和不确定性的时候 民族主义成为政府用来 巩固内部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战狼外交官的崛起 以及对台湾问题的高调态度 正是利用民族主义 来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 民族主义虽然强大 但也有其极限 过度依赖民族主义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内部局势 甚至需要转向更为激进的镇压手段 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看 中国增强海军能力和军事准备济事 为了应对潜在的冲突 也是为了展示其在区域内的主导地位 通过这种方式 中国不仅能在国际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还能对美国形成持续的战略压力 文章提到的通过控制紧张局势来维持内部稳定 正式这一策略的体现 最后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 文章所描述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 反映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双重作用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安全困境 而建构主义则关注国家身份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中国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来利用美国对入侵威胁的担忧 正是现实主义策略的一部分 同时 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持内部合法性 则体现了建构主义的观点 总的来说 文章通过对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深入剖析 揭示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战略 尽管军事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较低 但中国通过利用这种威胁感 既能增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又能在国内巩固其统治基础 这种双重策略既让美国保持警惕 又为中国在长期的权力竞争中提供了战略优势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六度解析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敬请期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我要说 中国不会入侵台湾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想一想 当年成吉思汉横扫欧亚大陆 但他并没有必要去攻打一个根本无法带来实质利益的小岛 中国领导曾也明白 一旦入侵台湾 经济损失和国际制裁将是巨大的代价 这对于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是不可接受的 再看美国不断炒作这种威胁 其实是给中国送上了一份大礼 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对中共的控制更有利 美国的这一招真是自作聪明 却帮了对手的大忙 楚天书你说的真是天真的可爱 如果中国真这么爱和平 那他们为什么不停地扩张军事力量 像是当年秦始皇 为了统一六国 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中国也是一样 不扩张军事怎能威慑四方 你还说这是美国在帮中国 那是不是说 中国的战狼外交官不断咆哮 也是为了娱乐大家 真是滑稽 试问 如果中国真没有打台湾的打算 那请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进行那么多的军事演习 难道是为了排除地震吗 谢琪琪 你这说法真是够有趣的 中国扩张军事力量是事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会轻易入侵台湾 正如诸葛亮六出奇山 更多的只是摆出姿态而已 这是一种战略威慑 并非真要动手 至于战狼外交 那不过是故意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紧张 从而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好的条件 看起来凶 其实是秀肌肉 中国要的是和平崛起 而不是自己掀翻桌子 你说的军事演习 更多的是给国内看的 强化民族主义 稳固内部 这就像是霹雳舞 动作在花哨 也不代表真要打架 楚天书 你这解释真是充满了想象力 那是不是说 当年希特勒大肆扩军 也是为了在奥林匹克上秀肌肉 事实证明 军事扩张从来都不是为了装模作样 你说中国要和平崛起 但现实是 他们不断在南海填海造岛 这是和平崛起的操作吗 还是说 他们是在建设海上度假村 再说了 你提的这些民族主义 不过是转移内部矛盾的手段 和国际局势无关 中国的真正意图 早已不言自明 那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台湾是他们的下一步 谢琪琪 你这说法真是够劲爆 但我得提醒你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中国 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依赖全球市场 这和当年德国的军国主义完全不同 你说南海填海造岛 就像是当年美国西晋运动 这更像是一种资源扩张 而不是要开战 再说民族主义 这是各国常用的管理手段 不只是中国 当年英国利用民族主义建立大英帝国 今天中国也在用 只是方式不同 至于台湾 中国更像是用这个议题来测试国际反应 而不是实际行动 他们要的是战略优势 而不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楚天书 你这一套说辞还真是有趣的很 说中国依赖全球市场 所以不会打台湾 这听起来像是说 因为猫爱吃鱼 所以不会抓老鼠 事实是 中国在军事 经济上都准备得相当充分 说他们不会入侵台湾 简直是翻案 你还说什么南海填海造岛式资源扩张 这就像说 海盗是为了提高航海技术 才抢劫船只 中国这些行为 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更是为了地缘政治的控制 台湾问题 不是测试国际反应 而是真正的扩张野心 你看 中国一方面说要和平 另一方面却在军事上不断强化 这不是很矛盾吗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种 Dud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